因為在星門傳奇出來 我算是歌手出道 跳舞不行 所以我都沒有想過玩這個比賽 但我又反過來 很想有一個突破 心理上會有一些 最簡單的害怕 因為其實我不懂得跳舞 也沒有舞蹈根底 也知道進入這個比賽的人 很多選手已經跳了很多年 甚至已經是跳舞老師 當時只是在香港的時候 知道進入了 真的覺得要好好加把勁 我們有65個選手 可能有兩三個舞弟子 包括我還有其中一個舞弟子 所以我們會追得很辛苦 但這個這麼辛苦的時刻 反而是我現在回港 我訓練完了這四個月 我回顧一下其實是很值得的 因為其實鍛鍊的不僅是 技能上跳舞的東西 其實還會是心態上 而且其實四個月自己一個 多了時間去思考自己的路 怎麼走 因為我們會少了很多東西 令我們一生一夜在比賽中 比賽就練得很累了 我們就回去睡覺 但可能有時候太累了 都睡不著 可能會想一下 究竟之後的路應該怎麼走 其實每一輪比賽都剛好 是會發生了一些意外 有些身體在上面的狀況 一開始可能是水到不服 發燒 退不到燒 去到四十多度退不到燒 進醫院 掉驗水 我人生都沒試過 其實真的不會入醫院 在香港 但在上課當時 就是笑退不到 連續兩晚都退不到 然後去第三晚 我真的算了 去到某個比賽就失聲 說不出話 當時其實都挺無助 因為很多我們拍攝 真人秀的事都要說話 所以其實我自己都很無助 那要拍一些遊戲 我們要玩一些遊戲的時候 我都…我只是玩了 說不出話了 去到比賽前一天 我記得我的聲音 回復了三、四成左右 為什麼會失聲 是因為練了一首歌 那首歌很高音 一直長期培他高音的位置 我練得太多 無緣無故就說不出話了 好像沒有預示一樣說不出話 去到最後比賽 也有一點聲沙 可能最後播出的時候 大家都會知道 有一點聲沙 但是我自己都算是對自己有一個交代 又有試過弄傷腳 因為跳舞 不懂法發力 所以咬傷骨 和膝蓋又會 因為經常都跪在地上 不懂得就著力 跪下去 不斷練跪一百次二百次三百次 那膝蓋就爆了 都是入醫院噴消炎 然後又塗一些藥水 但是這些經驗反而 我現在看起來 其實我覺得是必經的階段 如果要成長的話 我覺得很多東西 譬如主題曲的直拍 舞藝批評這些 其實我自己看起來都覺得很少 真的不行 跳舞的時候 我可能自己不是對著鏡 我不知道 所以我可能以為做一些動作 就對了 就夠了 其實我連動作都未做得對 動作都未知 今天看起來都覺得挺好笑的 我會看到四個月中間 其實我領略了什麼 關於跳舞 不可以說是厲害的 但我起碼知道自己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記得那段片段 我好像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但有彈很多東西有讚 例如Rain說唱歌好聽 其實這個我覺得是很享受的 因為在錄影的時候 其實Rain是很嚴格的 不單止對你的唱歌跳舞會批評 其實他是在你舞台上 他看到你的眼神 對答的時候看到你的態度 他都會給予很多不同的評論 而這些是很嚴格的 所以在他口中有一句讚的說話 其實已經是很難得了 所以這個都是鼓勵到我 繼續去做好一點的動力 你問我哭呢 我就哭了幾次 第一次就覺得太辛苦了 頭兩星期就受不了 因為太高壓制的訓練 而且沒有任何幫助或援助 因為很多東西都要自己去處理 所以我開始覺得好像負擔不了 負荷不了 到了之後慢慢就習慣了 第二次 純粹就是因為失聲 那首歌我選了 我很想唱 很想唱好它 所以才不斷練 同一群組的人都覺得 這次我們應該可以的了 但誰知道我就失聲了 那我就看著他們的樣子 我就覺得好像真是愧對了他們 因為剛好那一部分的主題很重要 我唱不到失聲的時候 練的時候一次都唱不到 所以我看練習這部影片 我是沒有開口唱的 因為我全部都是要留聲 因為我跟他們說 每一次用聲 說話或唱的時候 其實都是損耗的 我都是留著在真的表演那一天 我才放出來 有多少就放多少 我表演前幾天 我還是不太能說話 我就覺得可能不行了 我第一次沒有了 我都是覺得我上不到台 因為我的聲音 就是我的唯一工具 因為那一回合是這麼Vocal的比賽 所以一定要開口唱 我那一刻就覺得很不知怎辦 所以就覺得真的哭了 到了第三次哭 就是臨圓的時候 我從上海回來香港 當時就是不捨得 突然起床有一天要去機場 還有一點時間叫車 然後坐在那裡 突然想哭 因為這段時間好像經歷了很多事情 很辛苦 但是好像結束了 其實還沒結束了 但又不太想結束 因為我好像看到自己的四個月 是有改善 在不同方面都有改善 心態上 理解多了舞台表演的時候 不想停下來 不想就這樣結束 當時就真的突然之間哭了 覺得不捨得這個地方帶給我的東西 這個人帶給我的東西 還有這段時間帶給我的養分 通常在達成績 這一點 是 這一點 不在那邊 是